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我是韩媒 今天是2019年6月12日,星期三 今天的视频呢,我想接着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反送中在香港发生的大游行这件事情 在星期天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规模的 组织者呢,号称是有103万 但是呢,警察公布的一个数字呢,是24万 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游行 即便是警察公布的这个数字呢,24万这个规模也蛮大的 香港的警力呢,可能一共也就有上万的警力 然后在金中地区的警力呢,可能也就有几千个警察 那这么几千个警察对20多万到103万这么多人 那这个警力呢,显然是不够的 我在网上看到呢,现在啊,全世界都在报道这件事情 有美国的媒体呢,也在报道 他们普遍的就是对这场运动 这场游行示威活动呢,他们表示呢 还是很吃惊的 他们倒不会担心 但是呢,他们会有预计 说像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像一个极端的暴乱方向来发展呢 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呢,这个游行示威的人群远远大于警力 远远大于 实际上呢,这个事件的发生呢,已经是发展到了一个暴力的事件了 在9号的下半夜的时候呢,已经有暴力 已经有人呢,把警察给打伤 当然是民众呢,也有受伤的 那在12号,也就是星期三 香港时间星期三的时候 原计划的这个修例法案呢 第二读就没有如期进行 因为这个示威的人群太多了 然后他们的阻力呢,非常的大 就没有如期进行 而且呢,在12号的下午呢 这个事件进一步升级了 我看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她发表了一个讲话 这个讲话呢,现在我就想给大家 放给大家听一下 各位市民,今天整日在金钟一带 大家都见到令人痛心的场面 这些破坏社会安宁 罔顾法纪的暴动行为 是任何文明、法治社会都不能够容忍的 很清晰,这些已经不是和平集会 而是公然有组织地发动暴动 也都不可能是爱护香港的行为 今早有人不顾市民安危 占据和堵塞马路 瘫痪交通,严重影响社会运作 从下午开始 更加有人多次冲击警方防线 做出危险,甚至可致命的行为 包括放火,利用削尖的铁肢 钉砖攻击警察 破坏附近的公共设施 令到一般市民 令到原本想和平表达意见的年轻人 令到记者、传媒、警察、公务员同事的安危 受到严重威胁 我们必须强烈谴责 我明白这次政府修例 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政反意见 政府已经多次积极回应和解释 事实放在眼前 自回归以来 每当涉及中央和特区 内地和香港的议题 都会被部分人士挑起矛盾和纷争 面对这些矛盾和纷争 激烈的对抗 绝对不是解决的方法 请大家静心想一想 这些骚乱的场面 近年已经不是第一次 香港是一个自由 开放多元的社会 对任何事都会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无论是赞成 或者是反对 表达意见的方式 都有底线 如果用激进暴力的手段 就可以达到目的 这些场面 只会越演越烈 肯定对香港带来伤害 我希望社会尽快回复秩序 更加不希望 再有任何人在暴动中受伤 我在这里呼吁 所有热爱这个地方的市民大众 远离暴力 我深信 香港这个文明社会 仍然可以用平和 理性 守法的方式 为香港的整体利益 解决任何问题 好 刚才呢 我给大家放的是林郑月娥 她用粤语的这一段讲话 现在呢 我用普通话来跟大家来重复一遍 这个呢 是12号当天 也就是星期三 当天下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呢 她发布的 她说 全体香港的市民 今天一整天在金钟一带 大家都见到了令人痛心的场面 这些破坏社会安宁 罔顾法纪的暴动行为 是任何文明法治社会都不能够容忍的 很清楚 这已经不是和平集会 而是公然有组织的发动暴动 已不可能是爱护香港的行为 今早有人不顾市民的安危 占据和堵塞马路 瘫痪交通 严重影响社会运作 从下午开始 更有人多次冲击警方防线 做出危险甚至可致命的行为 包括放火 利用削尖的铁支 扔砖头攻击警察 破坏附近的公共设施 令到一般市民 令到原本想和平表达意见的年轻人 令到记者、媒体、警察、公务员、同事的安危 受到严重威胁 我们必须强烈谴责 我明白 这次政府修例 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正反意见 政府已经多次积极回应和解释 事实放在眼前 自回归以来 每当涉及中央和特区 内地和香港的议题 都会被部分人士挑起矛盾和纷争 面对这些矛盾和纷争 强烈的退抗绝对不是解决的方法 请大家冷静的想一想 这些骚乱的场面 近年已经不是第一次 香港是一个自由开放多元的社会 对任何事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但无论赞成或者反对 表达意见的方式 如果用激进暴力的手段 仍然可以用平和理性 星期三的第二读审议 仍然会如期的进行 但是呢 就在今天 在那些示威游行的群众的大规模的阻拦之下呢 确实是没有办法如期的进行 但是从林郑月娥的这个讲话来看呢 她不打算退步的 确实是一个社会呢 不应该像这种暴力的一个行为来退步 也不应该就是一游行 然后就退步就让步 这样就没完了 这样一定的没完了 从她这个也可以看出来呢 一个规律 就是每逢遇到 涉及到中央政府和特区 涉及到香港和内地的时候呢 就有人跳出来反对 上一次战中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香港呢 要出台一个法律 出台法律来细化 香港特区法第23条的总体规定 受到了阻拦 那个战中游行呢 规模非常大 持续了79天以后呢 到最后 以政府的妥协而告终 那这一次呢 看来林郑月娥呢 是不打算让步的 不过在我看来呢 如果说上一次能够让步呢 这一次不妨也让步 对吧 上一次是一个什么事呢 如果说有的观众朋友不清楚的话呢 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 上一次是一个什么事 上一次呢 她是香港要出台一个法律 就是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第23条 这个第23条是怎么规定的呢 它是这样的啊 香港特别行政区 应自行立法禁止 禁止什么呢 任何叛国 分裂国家 煽动叛乱 颠覆中央人民政府 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 就这些行为 在任何国家的法律里面 它都是禁止的 都是由一些个 更加细化的一些法律来规定 会在刑法里面 有这样的规定的 如果有这样的行为的话 它是犯罪 就是像和平国家 像加拿大这样的和平国家 它在法律里面也有相应的规定 这些全都有 在加拿大的刑法里面 每一条都有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以后我会给大家介绍 加拿大的法律里面 就关于叛国 是如何规定的 关于分裂国家 是如何规定的 关于煽动叛乱 是如何规定的 关于颠覆政府 是如何规定的 关于窃取国家机密 是如何规定的 这些全都是犯罪 你不要以为说 好像颠覆政府 就是中国的那个政府 发明了这么一个罪 不是的 不是的 任何一个政府 也不容颠覆的 你可以反对政府 但是你不能说 去颠覆政府 这个政府一旦 通过这个选举 这种法律的方式 确认之后 是不容颠覆的 如果一个总统 他有错的话 可以弹劾 弹劾也是有渠道 和有程序的 不是说任何公民 你就密谋在那 颠覆这个政府 这是不行 尤其是使用武力 这是不行的 这绝对是犯罪 上一次呢 香港政府呢 就想来出台一些法律 来细化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基本法的第23条 结果受到了阻拦 那个阻拦 按说就是非法的 虽然说 这条法律 还没有细化 但是这条法律 是存在的 所以那些人的行为 其实也是违法的 上一次呢 就因为到最后 政府妥协了 所以才会发生 这一次 这一次 是无论如何 其实是更加没有理由的 我看到有西方的媒体 以及政客 都有出来对这件事情呢 发表他们的意见 在美国的国会 有一些个议员 出来说 香港这一次游行呢 民众的表达 他们的心声 是有原因的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香港的一国两制 就是中国政府呢 对这一国两制呢 其实是没有执行 这个一国两制 说中国政府呢 是没有执行它 是干预了香港的行政权力 干预了他们的立法权力 这些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没有任何的证据说明 中国政府有干预香港的 这个行政管理 这个立法是香港自发的 有什么证据来证明 中国政府是干预了呢 如果就可以这样 凭想象就可以胡说八道的话 对不对 中国还没有指责说 美国干预了香港的事务呢 而实际上 有证据证明 美国就是干预了香港的事务啊 关于这个修改逃犯法 这个美国就是明目张胆的干预了呀 美国的国会进行了一个听证 然后他邀请了香港的一些人 到美国国会去参加讨论了呀 这不是干预香港的行政吗 这不是公然了来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吗 美国都这么干预 还指责中国大陆干预 这美国的霸权主义真的是太霸道了 太霸道了 就是明目张胆的 我可以你不可以 非常的强势 实际上 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说 中国大陆有在这个逃犯条例的修改这方面呢 去干预香港 我认为中国大陆没有必要去干预 而这一条呢 就是这个逃犯法呀 还不如就不执行呢 只是这个政府呢 你不能说跟少数人去置气 对吧 你别看这游行动静挺大 有一个理论 我以前就提出来那个理论 也不是我发明的 对吧 那老外发明的 这是一个铁律啊 就是Vocal Minority Vocal Minority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些个声音大的那些 你觉得他声音挺大的 其实他是少数 就那些大哭大闹的孩子 你听着声音挺大的 实际上是少数 如果你当过幼儿园老师 对不对 你幼儿园老师 你管理很多的孩子 对吧 那孩子当中跟着大哭大闹 你听了哇 孩子跟着哭了 你就觉得好像孩子都被吓哭了 或者是怎么着的 实际上在那哭的孩子是少数 这是一个铁律 劳外总结出来的 对吧 你就算是103万 在香港 他仍然是一个少数 就关于这个逃犯法 这个香港有两个媒体 做了统计 有一个大公报 还有另外一个什么报 我就忘记了 我看了那个报道 有两个媒体做了统计 然后他的统计数字呢 赞成率基本上是在7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但是反对率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反对率是16%啊 这个反对的比例并不大 因为呢 那还有一些赞成的呀 这一个社会 一个政府 你不能跟这些个反对的 这些少数人来置气 对吧 如果跟他们置气的话 如果说整个社会 就是这几个少数人的话 对不对 然后就把这些逃犯 留给他们呀 把这些逃犯给他们呀 对吧 不让他们去受法律的制裁 留在他们身边 因为那些违法犯罪的人员呀 他一次违法犯罪 他如果不受到惩处的话 为什么要受到惩处 为什么要改造他们 你知道吗 只要让他们改造了 他下回才不会再犯 但是呢 如果你纵容他的话 likely 很有可能下回他还犯 他还会有了再一 就会再二 有了再二 就会再三再四再五 就会没完没了 对吧 政府为什么说不能那个 因为如果你把这些人 留在香港的话 对吧 不让他们受到惩处的话 那么他们还会 再二再三再四再五 而且他还会有一个带动效应 其他的人一看 哎他违法犯罪没事 那我也消防 对吧 那你整个社会是有危害的呀 去危害那个 支持这个引渡修改的大多数人 对不对 所以政府呢 又不能迁就那些少数人 这个难就难在这儿 就是那些少数人 他们闹事可以不负责任 但是政府不能啊 那现在呢 就是铁娘子林郑月娥 我看出来了 她是一个铁娘子 林郑月娥呢 现在她就表示 这件事情呢 不会姑息的 如果再闹的话呢 会进行打压的 会采取武力的 在今天下午呢 已经都发生了放火呀 冲击呀 这些一个典型的暴力事件 我刚才开头的时候说了 香港的警力是不够的 金钟这块警力不够 如果是事态还在发展的话呢 可以调动其他地方的警力 如果其他的地方警力还不够的话呢 可以调动这个 驻香港的维和部队呀 对吧 如果维和部队不够的话 按照香港的基本法 如果香港政府要求的话 中央人民政府可以协助的 如果香港政府要求协助的话 中国政府可以帮助采取一些个措施 就跟我前两天视频里面 我说的那个例子 92年洛杉矶发生的那个暴乱事件 对吧 洛杉矶的警力不够了 那就由加利福尼亚的州长 派加利福尼亚的加州的军队来 加州的军队不够了 然后就让总统派陆军一个分部来 然后陆军来了不够呢 又派海军来 反正总之到最后呢 一定要制服这些暴乱的 一个政府一定不能纵容暴乱 这应该是一个底线 林郑月娥呢 在战中的时候 她不是香港的行政长官 现在看来呢 林郑月娥跟战中时期的 香港行政长官 不一样的态度 她是一个田娘子 她就像寒梅似的 迎风傲雪 越是严寒 越是开放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